看到明朝十七位皇帝的作法 很多观众或许会疑惑不起 明朝不是只有十六位皇帝 咱们又会多出一位 是历史记载有什么错误 还是又有了新的发现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贵奇正宝 将与我们一同揭开明十七第一案的第一案 再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前世今生 揭秘他身世的四大秘团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开始讲明十七第一案 为什么我们说是十七第一呢 我想有这几方面原因 第一个明朝建都于南京 只是到了永乐十八年以后 明朝才迁都北京 最后确定北京为明朝的首都 是在正统年间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度 明朝迁都北京以后 南京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中心 并没有取消 北京是京师 南京是陪都 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因此 在明朝末年 李自成军队攻克了北京 崇祯皇帝在梅山自已而死 清朝军队进入北京 占领北京城 明朝还不能算作灭亡 第三点 在明朝北京陷落以后 江南的大片土地 仍然在明朝的势力控制之下 明朝的军队和大臣们 又在南京拥立了一个叫做洪光帝 这样一个皇帝 年号叫做洪光 我们称他做洪光帝 这个洪光帝 他仍然是明朝各派势力 各个宗史都承认的正统的中央政权 洪光帝的政权结束了 明朝才算灭亡 这样把最初在南京建都的朱元璋 和在南京做皇帝的建文帝 和在北京朱棣明成族以后的几个皇帝 再加上在南京的洪光帝 这样正好是十七帝 当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 困扰我们的疑问之后 277年王朝的风鸣变化 以及十七位帝王的命运出城 也将渐渐地展现在我们的眼睛 而第一位走进我们视野 就是这位显赫而奇特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 朱元璋啊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少有的皇帝 不仅是他治理天下 他的方法策略少有 他的出身奇特 也是少有的 他是从赤贫 社会最底层 成功的登上地座 建了一个辉煌的皇朝 延续了二百余年 这样一个大明皇朝的皇帝 以前也有出身底层的皇帝 刘邦 刘邦是庭长 也是地方的小官吏 朱元璋 没有尺寸之地 他的出身非常奇特 为什么这样一个赤贫的出身的普通人 能够最后登上地座呢 他的身世 有什么 伴藏的秘密吗 我们先讲 他的出生地之秘 大家知道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 民谣 这民谣写道 说凤阳到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有九年花 第三句 就说了朱元璋 出生 自从出了朱皇帝 那就是凤阳出了朱皇帝 他的生身之地 没有正义 但是有的朋友就问 说我可看到一些材料 说朱元璋不是生在凤阳 是生在四周虚异 江苏 江苏 苏北 这个地方呢 还有朱元璋的祖灵 在那里 为什么 朱元璋的生地 会有这样的争论呢 我们查了一下最早的记录 按照朱元璋本人最早的说法 我生在豪州之中里 就是安徽凤阳 没错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 到了清朝以后 就出现了四周虚异的说法 为什么呢 怎么容易这么就混淆了呢 这两个地方 我们再往前推 查一查 原始 原始上记载 四周虚异 是属于安丰路 原始的地底之上写的 安徽的豪州中里呢 在元朝的时候 属于淮班路 所以在朱元璋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 根本不能混淆 为什么到了中后期 就混淆了 后来就混淆了呢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 他提高了他老家的地位 他把他的老家 建立成了中东 而且称为凤阳府 这个凤阳府 不仅包括中立 陶州中立 而且把四周虚异 也拿进来 所以这一大片 都是凤阳 而四周虚异 又有朱元璋的祖灵 所以就容易造成混淆 我们怎么判断呢 我们根据朱元璋 自己的回忆判断 朱元璋说 他的父亲 从四周虚异 迁到豪州中离之东乡 在五十岁的时候 而震生烟 有没有虚异这一说呢 有 当时他父亲 是从四周虚异 迁过来的 迁到了豪州之中离 就是安徽凤阳 在五十岁的时候 生了朱元璋 后人把这两条 这两个地方弄混了 但是我们以朱元璋 自己的说法为准 确认他 生在安徽的凤阳 在刚才的那首歌哟中 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有九年荒 为什么一位开国皇帝 反倒是他的老家 十年到有九年荒呢 历史真相 果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 这和朱元璋 当皇帝以后 实行的一项政策有关系 大家知道 这首歌 这首歌谣 什么人唱 一般都是打着凤年花鼓 流浪的乞丐 唱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 他学习汉高祖 当年把其储十万户富民 迁移到关中 充实关中的地区 这个做法 他当了皇帝以后呢 就把江南富户 十五万户 迁到凤阳地方 凤阳这个地方 是他老家啊 老家不能贫穷啊 不能没有有钱有势的人啊 他就把江南富户 十几万户 都迁到凤阳周围 凤阳是中都 一定要让他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显得非常繁荣 加强他老家的实力 但是这些人来到凤阳以后 并不安心呢 离开江南富户之地 到了这个安徽的贫穷之地 经常想家 又不敢明着回去 怎么回去呢 一路装扮成乞丐 要饭讨要 回到老家 探望 这样 就有一句话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九年话 是不是荒年 他们都要回家探望 经常回家探望 这种情况 就发生在朱元璋做皇帝以后 所以民谣 就留下了这一句 十年到九年话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 一贯重视修家谱 尤其是要在家谱中 写下一些光宗耀祖的名字 以显示家族的显客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更是不会例外 但朱元璋的家谱 却奇特地出乎人们的意愿 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那么朱元璋的家谱 究竟有什么不同 他又为什么要这样 写他的家谱呢 朱元璋的家谱 朱元璋的家是怎么样呢 他做了皇帝以后 也有的臣相揣摩朱元璋的心理 想给他找一个辉煌的祖先 他们找到了谁呢 找到了宋朝的大官僚大学者朱熹 这个朱熹做过大官 又是一个大学问家 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 如果朱元璋祖上有这么一个人 他也很光彩啊 朱元璋说 不用 我就是我 我就是朱元璋 我们家非常穷 我要原原本本的把我的出身告诉大家 朱元璋他们家什么情况呢 他的先是住在江苏金陵的巨龙 从金陵巨龙迁到了四周的虚仪 又从四周的虚仪迁到了豪州中里 就是迁到了凤阳 他的家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他曾经让儒称 给他写他家庭情况的回忆的文字 儒称写了以后不满意 再写以后还不满意 两次写他的家史 他都不满意 于是他自己亲自执笔 回忆他的家史 这个家史记载在御志黄陵碑上 御志黄陵碑在哪里 在现在的安徽凤阳的黄陵 前不久我们到了这个安徽凤阳黄陵 看到了黄陵碑 我们身后的这个碑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的御志黄陵碑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黄陵 在黄陵碑上 朱元璋想到他过去的生活 写道 昔我父皇 欲居世方 农业艰辛 朝夕彷徨 那么世方是在哪呢 就是指了这块土地 黄陵碑 碑文 记载了他的遗志 黄陵碑文怎么写的呢 与时秉剑溃行 但见苍连好手 忽似往事之艰辛 今况黄陵碑记 皆如臣粉饰之文 不足为后世子孙界 特殊艰难 明昌运 必世代见之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 他说 我经常拿着镜子 看自己的模样 与时 丙剑 拿着镜子 窥行 看自己 但见苍连好手 面目苍老 好手白头发 忽思往事之艰辛 想到往年的艰辛 可是我想到往事艰辛 如臣门不是这样 他给我回忆的时候 都给我把过去的生活 粉饰了 没有实事求是的说出来 没有把我的苦难告诉后世子孙 不能够作为他们的借鉴 我要原原本本的说 我是怎么样出身 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 那么 朱元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碑文接着写 悉我父皇 欲居世方 农业艰辛 朝夕彷徨 说过去 我的父亲 就在这个地方住 一居世方 农业艰辛 做着艰苦的农业生活 朝夕彷徨 早晚都没有依靠 不知道要做什么好 就在朱元璋 十七岁的时候 他的家乡 现在的安徽凤阳 遭了大灾 什么灾呢 先是汉灾 紧接着是黄灾 黄灾过后是瘟疫 父亲母亲哥哥 先后死去 无处掩埋 朱元璋跟他哥哥一起去求前主 别人的土地 不能让他掩埋 田主对他们是呼赤昂昂 这是在 预制黄灵碑 写的词汇 我们身后的这个土坡 就是 明朝的黄灵所在 当年 朱元璋一家几口人 在黄灾汉灾当中死去以后 没有地方埋葬 田主对他呼赤昂昂 他得到田主哥哥的照顾 最后才埋在这里 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是一片荒土啊 朱元璋父母埋葬的时候 情况非常凄惨 葬无官国 这几句话 什么意思呢 葬无官国 没有官菜 埋葬的时候 身上盖着剑破衣服 体被恶上 敷衍三尺 电荒药匠 拿三尺的黄土 把它掩埋了 没有任何吃的 任何喝的东西 给父母供奉 坟前头都要摆一点 国品啊 食品啊 典仙啊 供奉仙人 祭奠仙人 没有 浮衍三尺 电荒药匠 非常凄惨 在中国历史上 真正当过和尚的皇帝并不多 而朱元璋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已当就是四五年 是什么原因 让朱元璋走进佛门 是他历经事态炎凉 看破红尘了 还是他雄心泯灭 顿入空门 组合上的原因 有一些传说 一种传说 说是朱元璋生下了以后 不能吃东西 小孩一般生下了以后 马上就能吃东西 但是朱元璋不会 他的父母非常着急 父亲就去请大夫 到了大夫 到了医生那里 医生没有办法 不得已就返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遇见了一位道士 这道士说 先生您看什么去了 他说我家生了一个小孩 不能吃东西 我非常着急 请大夫了 大夫啊 也说没办法 道士说 不用着急 这个孩子命很大 到了午夜 此时 这个孩子就能吃东西 他的父亲 将信将疑 说如果照您说的 我的孩子到了午夜 能够吃东西的话 那么长大了 我就让这个小孩 出家当和尚 我许这个愿 于是后来 朱元璋当了和尚 这是一个铺垫 这种说法 按朱元璋 在御制皇陵碑当中写的情况 没有这么浪漫 碑中 怎么写的呢 祭葬之后 家道黄黄 众星少弱 生计不张 梦扫邪幼 东归故乡 所安葬了 父母以后 积葬之后 家道黄黄 我们的家境 仍然是没有办法 众兄少弱 众兄老二 二哥 少弱 年纪不大 生计不张 也没有什么生计 梦扫邪幼 东归故乡 大扫 带着两个孩子 回了娘家 大哥这时候也死了 他的哥哥 父母都死了 灾荒 瘟疫 并没有过去 旱灾以后是黄灾 黄灾以后是瘟疫 碑文当中写道 知天无雨 一黄藤祥 礼人缺食 草木无粮 鱼以何有 心惊若狂 粮食都吃尽了 草木都吃尽了 我有什么呢 鱼以何有 我有什么呢 没有啊 心惊若狂 我们当时心急得要发疯了 贫穷 没有饭吃 黄灾碑 继续写道 凶云此去 各度凶荒 我为凶哭 凶为我伤 黄天白日 气断甘惨 他的哥哥说呀 我们就此分手吧 大家度过这个荒年 他为哥哥哭 哥哥为他伤心 光天化日之下 各奔东西 他哥哥走以后 没有别的办法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 朱远璋 路四当了和尚 黄灵碑 有这样几句话 兄弟一路 哀动摇仓 汪氏老母 为我酬粮 前子相送 背离心香 空门礼佛 出入僧房 兄弟 忠守不老 悲痛 感动了上仓 感动上仓 也感动了邻居 一个汪母 汪妈妈 汪妈妈 备了一份礼物 让她的孩子 到寺庙中 送礼 要求寺庙的主人 留下朱远璋 当和尚 这个时候 朱远璋 才走上了 为僧之路 朱远璋 当和尚 是万般无奈 走投无路 并不像传说当中 说的那么浪漫 朱远璋在寺庙里头 每日做功课 念经书 最重要的是 有饭吃 因为他就是为了吃饭 才到寺庙里 但是 因为周围都闹灾荒 寺庙也不能够维持长久 刚过五十天 寺主就把和尚们叫到一起 告诉大家 寺庙里头 没有吃的了 大家四处云游 从此 朱远璋 拖着一个脖子 四处云游 云游的生活 也是非常艰苦 黄陵碑怎么写的呢 是这样两句话 出拖烟而寂静 木头骨似已去墙 说早晨起来 走在路上 看见大家 烟筒里冒烟 着火了 一定是这家做了早饭 或者做了饭 要赶到人家吃饭的时候 去要一口吃的 如果去晚了 要不着了 说出拖烟而寂静 赶快走 木头骨似已去墙 晚上 投奔寺庙 好歇脚啊 不能在荒天野地里睡觉 但是一身疲惫 又没有歇脚之处 尽管很累 还是凉凉腔腔 投奔寺庙 他在外面云游 经常是 月夜 寒风 霜雪 黄龄碑怎么写的呢 有这样两句话 养 穷牙 摧尾而依毙 听 圆体 夜月 而凄凉 靠在山石上 看着高高的山峰 看着天空 月亮照在身上 想着父母 天人一路 袁红 叫着 凄凉寒冷 无依无靠 如同飘棚 朱元璋 原原本本 把他 当和尚 当游方僧的艰苦生活 写在了 玉制黄龄碑里边 朱元璋 就在这样 艰苦的条件下 一云游 就是三年之久 三年之后 朱元璋 又回到了寺庙 做他的和尚 这三年的云游 对于朱元璋来说 很重要 长了见识 有了经历了 他知道如何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 开出一条生路 知道怎么样 待人接舞 知道怎么样 和社会相处 朱元璋 可以说 在他的智力身心上 有了一个很重要的飞跃 如果朱元璋 每日只是如此的 在寺庙中读书扫地 或许佛门中 会多出一位高僧 但命运之手 就把朱元璋 推上了大明王朝 开国皇帝的宝座 从一个普通的和尚 到一代帝王 他们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奇迹 改变了朱元璋的人生 朱元璋在坐河上 平静的生活 有一天被打破 一个人 带了一封信 送给朱元璋 什么人 汤河 刚才我们说 小的时候 他们一起放牛 汤河比他大三岁 这些人 都把朱元璋 看作他们的小领袖 他们的头 郭子星起义以后 汤河带着家乡的 十几条汉子 投了郭子星军中 汤河投了军 他必然想到 小的时候 他们的小领袖 他很信服 这个朱元璋 他很自然的 就想到朱元璋 把他请到军中来 朱元璋就接到了 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 在朱元璋心里头 是起了轩然大波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办呢 在他的回忆当中 也有一段话 怎么说的呢 说是 既幼切据 无可筹详 说既担心 也害怕 拿不出办法来 怎么办 与智者相商 与他的知心的人 商量商量吧 大家可能会问 说汤河让你去 你就去吧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不是 形势非常复杂 红军军 起意之处 军队并没有严格的纪律 到处 强略 烧杀 用朱元璋自己的回忆 烧杀的情况 非常惨 是屋 没有一个完整的船子 墙 没有一朵完整的墙壁 四处杀人 坟荡成国 屠辱是夫 当然 红金军当时 主要打击的对象 是妇人 屠辱是夫 朱元璋担心 如果我出去遇见红金军 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把我也杀了 还不是在庙里来的 可是呢 还有一个危险 遇到援军 也不安全 援军去讨伐红金军起意 但是他们不敢 直接跟红金军作战 这些当官的怎么办 就让这些士兵到处抓老百姓 抓了老百姓以后 就把老百姓头上裹上一块红头巾 说这是红金军 送给上级情赏 朱元璋就说 我要留下的话 红金军也可能杀我 出去的话 元朝军队也可能是坏我 怎么办呢 这时候有来历封信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叫无可酬粮 他的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到庙中去算一块呢 于是朱元璋就到了庙中的佛前 给自己来求挂 用什么来算 用教碑 这个教碑是用竹木 做成像碑形的 一个算卦的工具 叫做教碑 两个碑扔上去 落在地下 扣着是阴 养着是羊 朱元璋说 如果你说我离开这里 可以平安的话 请你给我两个羊碑 如果你希望我留在这 留在这也能够平安的话 那么你给我一一一阳碑 这是朱元璋本身的盼望 他头 头交碑 落下 得到两个阴碑 既不让他走 也不让他留 朱元璋心里盘算 就不能定 第一次不算 再头 他心里想 我还是希望走 你一定要让他 得到两个阳碑 我带着干粮就离开寺庙 再头 又是两个阴碑 朱元璋不甘心呢 怎么又是两个阴碑 还是 既不是走 也不是留 再头第三次 第三次 什么都不是了 既不阴也不阳 邪之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元璋在盘算 莫非你是让我自己起事吗 自己挑起来 来做事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再给我两个阴碑 朱元璋又瞅起来 落地一看 两个阴碑 这件事 记录在 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当中 这个文章叫做 记梦 说往事像梦一样 记梦 这是朱元璋的回忆 我们说 朱元璋经历了四处的云游 见到了天下大乱 看到群凶并起 他自己不能不有所心动 但是他在决定取舍的时候 需要借助外力来坚定他的信心 古人迷信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算卦之后 朱元璋决定投训 从此离开寺廟 朱元璋从此走上了 他成功之路 朱元璋 朱元璋